Let's go! 所以,特斯拉一开始的定位就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使用成本,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性能,更漂亮的外观和更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才会在特斯拉Model X中将两个电机分别放置在车辆的前,后轴之后,从而为前置储物舱腾出空间。而对于一般的国产电动车来说,为了对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行控制,以打造出在市场占据价格优势的入门级电动车,他们已然分身乏术,又如何能做到投入大量资金在研发层面,从而将前仓控出来呢? 第二,技术限制。众所周知,三电系统是纯电动汽车的标配,分别为电池、电驱和电控。 受制于纯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问题,电池需要占用非常大的空间,这点连特斯拉Model S也不例外,不过它聪明地将电池置于底板之上。 在电力驱动方面,对于纯电动汽车来说,需要安装电机来驱动汽车行驶,因此电机也占据了汽车中相应的位置,进一步缩减了电动汽车的储物空间。 而电控,简单来说就是连接电池和电机的控制和管理系统,被似于电机控制器、车载充电机等设备,一般来说,它也同样被广泛布置于前层内。 特斯拉Model S通过技术上的领先,将电机、显速器、电机控制机等制作成了三位一体的集成化设备。 周一大大提高了车辆设计时的空间使用率,为构筑发动机前层的储藏位置提供了可能。 而要做到这种集成化,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支持还会进一步提高车辆的生产研发成本。 但对于国产电动汽车来说,能够在技术领域完成设备集成化的少之又少。 所以大多数国产的电动汽车依旧采用了分体式结构的设计,而这种设计恰恰又是最占用空间的。 因此,当人们拉开特斯拉的前舱时会发现是一个储物舱,而拉开国产电动汽车的前舱,发现的却是密密麻麻的能源供应设备。 特斯拉Model S能拥有前置储物箱,说白了也是技术上处于领先的优势,但是虽然我国电动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我有理由相信未来国产的电动汽车实现前置储物的功能仅仅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